歡迎收看 嘩 頻頻出新 今次是Part3 11月7日星期六 8點網上有新產品公佈 第一個就是Highcapper 應該是看出了 Highcapper 已經出了很多不同款式 任門IPXC 很多人都會選擇TOKYO MA NUYE 因為很多改裝和原裝就很準成 最後 最近推出這把是可以裝出原裝出版的RMR的左 應該叫做DOR 這個款式我覺得一般的 肯定在後面加一個RMR 始終是一個很成熟和穩定的系統 不想煩和新手的朋友可以考慮一下 等一等 如果你是想買HICAPER 或者可能等多一兩個月 等它出新款的時候 就再決定買不買 第二款是很難猜的 就這樣製作火墓 當然啦 如果製作火墓的話 就不是AK 而是M4 就這樣吹 我也不知道可以說到什麼 其實應該是 看看大家喜歡什麼款式 就是期待的 AK 未有推出GPB 但大多數是AK 都是似世代的 如果是M4 有可能是MWS系統 另外次世代也有可能 不過我覺得偏向是 系統的 可能是短版 或者是別的CQB版本 只是自己猜的 只是民用款 在下面大家交流吧 猜猜一下 做一個好像... 你認為是出哪一款呢? 沒有的 玩遊戲在下面寫一個留言 猜猜一下出哪一款呢 第三款呢 明顯是URGI的魚骨 但相信2QB版本也不會先出GPB 通常都會先出次世代版本 玩開次世代可以考慮 但香港比較少 很多時候都會等待MWS MWS 其實很多司機都組了 其實都不需要等 而且MK18M1 都賣到4000多 但... 沒有啦 如果原裝也不用煩 可以值得去留意一下 等待一下 Anyway 我這些都是猜一下 可以大家在下面留言 猜一下也開心的 最終答案 今個星期六就會知道 好了 今集先說到這裡 最重要是留下一點錢 看看發佈了什麼 下次見 拜拜